Hello大家好,我是风云 由外媒拍摄到了一组宝马IX3纯电动SUV的点照 对比燃油版后发现,两次的类似设计较为相似 风格比较传统 中控台采用了非对称的设计 通过镀铬与木纹装饰来提升类似的豪华氛围 IX3的挡板设计增添了蓝色线条 与类似一同包装的还有IX3在充电状态下的外观图片 不过车头区域以及车尾都经过了伪装 其裸露部分与燃油版车型的设计十分接近 而被隐藏起来的前隔山以及前后抱围的造型 推测相比燃油版车型会有一定的改变 此外,快速充电口被设计在了车身右后车 后来方面据了解宝马初期仅会为该车提供后轮驱动版本 配备一台200千瓦峰制功率的电机最大扭矩为400牛米 它的电池容量为74千瓦时 WLTP公共效率需要达到440公里 并且具备150千瓦的直流快速充电能力 宝马IX3将于2020年在中国沈阳的华城宝马工厂量产 随后还将于2021年与I4以及Inex一起在德国工厂量产 对该车感情局的可以关注一下 近日,友好媒体报道 丰田全新一代兰德库鲁折获将于2020年7月审发 据了解,全新兰德库鲁折将基于丰田全新的TNGA架构打造 经测将保持现款车型的基本元素 包括硬朗大气的设计风格以及越野性能 并依旧采用被承载式车身 同时针对底盘进行轻量化和安全性升级 包括配备最新版本的TSS安全辅助套装 与此同时,同平台打造的Lexus LAX570预计将同步换代 动力方面,全新兰德库鲁折获将搭载Lexus LS500上出现的 3.50速轮增压V6发动机 最大功力为421马力,否则扭矩690米 转头系统匹配时速自动变速箱 回顾下该车的例子 丰田在1998年推出了兰德库鲁折100系列 该系列从2003年11月开始在一切丰田生产 同期引入国产的还有普拉多等车型 2007年起,兰德库鲁折换代升级为了200系列 并积蓄由一届丰田国产 同年,各型化衍生车型FJ库鲁折由广气丰田渠道引入国内销售 不过由于排放限制与咖啡法则等因素 国产版兰德库鲁折也在2016年底宣布停产 不知道这次新车会不会有机会呢 日前,马萨拉迪官方公布了全新跑车的叠照 可以看到这款全新的跑车仍处于伪装中 其整体造型像是放大后的阿尔法罗米欧10C 前唇两侧为刹车散热的进气口 后轮轮拱出的开口则为中止的发动机 此外,前辈香盖处的凹陷搭配前唇正中的进气口 或起到梳理气流的作用 而关于该车的更多消息目前还没有爆料 外媒宣称马萨拉迪这款全新的跑车将地名为阿尔菲利 这个名字是马萨拉迪于2014年发布的概念车的名字 但新车或许与其关系不大 在动力方面,由于法拉迪已经停滞于马萨拉迪提供发动机 因此新车将配备FCA集团全新开发的中止六缸发动机 此外,根据马萨拉迪新车规划来看 其他有望配备纯电动力 该车将于2020年5月亮相对该车感应去的给关注一下 奇瑞官方正式宣布旗下瑞虎3X4自响版正是上市 新车基本延续了老款车型的外观设计 但是在细节之处进行了小幅升级 手动高配版和CVT高配版将提供17英寸亮黑运动轮圈和红色刹车卡钳 从而让新车的运动气息得到了提升 此外方面,新车的成分高配备为4200,1760,1570毫米 轴距为2555毫米 类似部分虽然整体变化不大 但配置方面全系标配了TPMS,台压监测,电动助力转向 高配车型将提供自动大灯,8英寸的中空大屏 倒车影像,定速讯航,USB接口,电动天窗等 动力方面将搭载1.5升3系列发动机 最大功率为116马力,风轮油距为143牛米 轴头方面,匹配无数手动和CVT变速箱 据悉,这套动力总车能够满足国六币排放标准 新车将推出一种动力,共计6款车型 实际确认为4.99-6.69万元 您会考虑改车吗? 有海外媒体从日本当地一份汽车杂志中 发现了全新一代本田冰制的效果图 通过该图让我们看到了这款新车的整体造型和部分细节 相比于现款车型,全新冰制的外观采用了新的造型设计 减少了一些锋利感,看上去更加时尚圆热 新车缩减了前隔山尺寸 并将本田logo置于前隔山内部 让新车显得更加动感 此外LED前大灯组也采用了全新的样式 据悉全新冰制将在本田最新的平台架构上生产 该平台不仅能够降低车上的重量 还能够延伸走距 未来该平台还可以打造轿火SUV车型 配置方面,新车拥有安全操感等系列配置 同类方面,新车搭载了本田全新研发的EHEV混动系统 由1.5升发动机与双电机系统组成 参数上未公布 较油版车型也基于搭载L15B 1.5升自然吸气反动机 根据报道,新车获将于2020年12月份折制亮相 对该色感兴趣的可以关注一下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点击订阅关注Ager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